那事实上我可以说 他跟王金平周连论等人见面 最多最多最多 只是寻求支持 但是至于人会不会支持你 我是答应的问候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5月28号上午 朋友一定要见王金平 由王金平 他召集南部地方县市的派系 实力派的人物跟侯友宜见面 那其中王金平跟侯友宜见面 与周典论跟侯友宜见面 这两个人的见面 最受新闻界的注意跟瞩目 为什么 就是王金平其实跟侯友宜之间 他们并不熟 那周典论各位知道 他是郭台铃的铁杆盟友 那他们两个就是因为比较特殊 他们是跟郭台铃的关系比较好 像好比说郭台铃宣布参选 帮他搭建舞台的是 王金平 帮他搭建舞台的是王金平 所以侯友宜去见这些人 当然还有过去的像高雄市议会的议长 等等那些 还有包含国民党的中常委那些 那有一些都是我的朋友 我那个名字太多我就不念 那真正关键的是周典论跟王金平 他们两个因为跟郭台铃的关系比较特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联合友宜见着他们 见着他们会不会营造出一个团结的契机 我先讲答案好了 不会 我可以讲的非常的肯定 不会 现在王金平也好 现在周典论也好 他们是南部地方派系的领袖 一个在屏东 一个是在高雄 那王金平又是白派 那白派对于这一次国民党在高雄的提名 是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肖汉俊先生当年帮助韩国瑜的 他也退出了提名小组 那侯友宜正式见他 大概就是一个礼貌性的败回 不可能谈到实质问题 谈到实质的问题的话 那是未来史 只是说侯友宜这样子做 他总算跨出了第一步 那事实上在南部的整个地区 坦白讲 我昨天看了侯友宜的直播也好 我昨天我也看了侯友宜 他发表了一些谈话也好 其实没有办法去感动南部人的心 侯友宜应该不妨把过去韩国瑜的 影像视频全部调出来看 看仔细听韩国瑜到底讲些什么 南部人听的就是那种调调 而不是现在跟你谈治安 而不是现在跟你谈很多他在警政单位的丰功伟业 他那个讲他是南部长大的小孩 等等那些 那些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现在大家要听你讲肺腑之言 所谈的肺腑之言 就是韩国瑜过去走高雄又老又丑 北漂等等这些重要的问题 这样子是打中了民众的心怀 为什么 其实坦白说 南部的经济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坏 只不过现在大家在粉刺太平 民进党在粉刺太平 你侯友宜应该针对这个东西 那你好比说某一位政治人物 他已经过世了 是我的好朋友 他当时候他参选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就某个县市 我也无影其名吧 某个县市 他的垃圾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我们在帮他召开选务会议的时候 他说明天下一个行程是什么 我就直接建议他 你不妨就到垃圾场去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只要往那个地方一站 你就告诉他 告诉你一个选民 如果那我当选 我三天要把他清掉 我说三天清不清掉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至少你有宣誓的决心 那个时候那个人还第一次出来参选 他说去那个垃圾场没有人 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你只要站在垃圾堆上指着这堆垃圾 自然会有人来 我说不然的话 那你看看 我说但是那你不能去个五分钟十分钟走 我说你至少要去两个小时以后走 就是站在垃圾堆 垃圾堆上 结果果然他在那边讲讲讲 人越聚越多 人越聚越多 我就递一张纸条给他 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赶快宣布 我当选的话 三天以内清掉这些垃圾 但他这些参选人 他们顾虑很多 他说那 他说这么多的垃圾清不完呢 我说那我当然知道清不完 但是那你低产下去的话 大家就会相信你嘛 他们那也知道三天清不完 至少你有这个决心 你下了这个决心 结果他果然啊 开始表演 又是水桶 又是垃圾桶 又是铁铲 又是圆锹 他就开始动 快要讲完的时候 他说他先清第一桶 结果这个人高飞要当选 就是换句话说 你要打动老百姓的心怀 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 因为那个垃圾放在那边 二十年三十年没有人管 那他便一管 那结果他高调当选 大家相信他嘛 结果他也做了嘛 结果我告诉各位 那些垃圾清了将近三四年以后 才清干净 但是他说他三天清干净 至少地方政府 那些政府都开始编累预算 就要把这个垃圾清掉 那他有这个决心嘛 那你侯友谊不是说蜻蜓点水 哦那我超开党务会票 晚上直播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汇报 那你对于地方那你到底去看了没有 这个是我教侯友谊的 那事实上我可以说 他跟王金平周典论等人见面 最多最多最多 只是寻求支持 但是至于人会不会支持你 我是大利多问口 请不吝离 最后 拍摄 照片 são 详